姐 我知道 我不哭 李明止住了苦声他哽咽道 今天晚上你一定要过来 现在他们人还在店里我不敢露面 等晚上的时候你过来 我有话要说 好的 你在那里要保护好自己 等我晚上过去 没事的 事情都会有解决的办法的 李柔说 挂断了电话李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弟弟那样他也很无奈 不过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了 就算是不想面对也得顶上去 如果连他都扛不住了 那家里人怎么办呢 叶浩轩的目光看着李柔 他也微微地叹了一口气 这个女孩之前也是父母手心的掌上明珠 但是因为这样的事情 他不得不面对那些他从来没有面对的事情 这对一个女孩来说打击是非常大的 但是这个女孩却硬生生地扛了下来 他承受了他这个年纪 本来不用承受的东西 叶浩轩突然觉得 女人的坚强有些时候或许并不是在表面上的 内在的坚强才是真正的坚强 没事的 晚上我陪你一起去 告诉你弟弟 让他不用这么怕 以后也不用这么独独藏藏的 谢谢你 我知道 李柔微微地点点头 晚上 一家不算太大的酒吧内 这家酒吧的名字叫做黄梨 名字取得不错 地方虽然不大 但是装饰得很有感觉 属于那种让人一眼就能看到亮点的存在 现在夜幕刚刚降临 这个地方还没有彻底的热闹起来 叶浩轩和李柔推开门走了进去 两位 我们这里还没有开始营业呢 有一个服务员正在打扫着卫生 看到两人进来了 他抬起头 九点以后才开始营业 一直到第二天凌晨 我们是来找人 我找李明 李明 你是他什么人 那服务员一愣 他这才认真地打量起来两个人 我是他姐姐 你是他姐李柔啊 服务员恍然大悟 他指了指楼上的 他在楼上躲着呢 今天有一群人找他的麻烦 他一直躲在二楼的杂物间 现在还没出来呢 好的 谢谢 李柔连忙点头道谢 他匆匆忙忙地赶到了楼上 二楼有一个杂物间 释放清洁用品的 在卫生间的一侧 平神门是紧锁着的 那群人应该在这里面找了好一会儿了 但是没有找到李明 所以便走了 但是这些家伙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高丽带这些东西一旦碰了 那想要摆脱那是很难的 小明 小明你在里面吗 我是姐姐 你在吗 李柔轻轻地敲着门 门一开 里面露出了一个少年的脑袋 这便是李柔的弟弟 李明 看到弟弟的样子 李柔吃了一惊 才多久没见了 弟弟瘦得跟干柴似的 那样子弱得好像一阵风都能吹走似的 姐 姐你注意来了 李明看到姐姐几乎要哭出声来 但是他一眼就看见 跟在他姐姐身后的叶浩轩 他不由地吃了一惊 他本能地向后索取 小明 没事 这是姐的朋友 他是来帮我们的 李柔连忙安慰道 你过来 让我看看 叶浩轩看了一眼 一直向后缩的李明 他的眉头皱了起来 李明只是一个少年 看他的样子最多是十八九岁 而且听他的遭遇似乎是被人吓套了 那群王八蛋为了钱 真的是什么事情都能干出来 严格来说 李明还是个孩子 本来叶浩轩以为他是一个不务正业的家伙 但是看到他以后 叶浩轩否定了自己以前的想法 这孩子看起来还是比较单纯的一个人 并不是那种不学无术的存在 他之所以掉到这个坑里 应该是有人坑了他一把 不 不要 李明惊恐地向后一说 他现在对任何陌生人都抱有敌对的态度 哪怕是叶浩轩跟着他姐姐一起来的 他心里也有一种恐惧 小明你不要怕 他是姐姐的朋友 他是来帮我们的 李柔连忙说 你不要害怕 他是个好人 在李柔的再三劝说下 李明终于不向后缩了 他任由叶浩轩抓起他的手臂 把他的袖子掀上去 他的手臂上赫然有着无数的鞭痕 这些痕迹发青发紫 不难看出来是有人虐待才留下的痕迹 叶浩轩又掀开了他的衣服 只见他的身上有无数的痕迹 这些痕迹五花八门的 有鞭痕也有烟头烫的 这天知道这个不到二十岁的少年 到底经历了什么 小明 你这是 怎么了 李柔震惊了 他不敢相信地看着弟弟身上的伤痕 他捂住了嘴巴 眼泪大颗大颗地落了下来 或许之前他还怨恨自己这个弟弟不争气 如果不是因为他 一家人也不会落到这种地步 如果不是他自己也不会失去了工作 甚至沦落到夜店里去取悦别人 如果不是因为他自己也不会放下自己的骄傲 自己的尊严 落得一无是处 但是现在看到弟弟身上的伤痕 他所有的怨气在这一瞬间 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天知道 弟弟这些天来到底经历了什么 他还只是一个少年了 为什么会有人这样对他 他这一身的伤 总不是他自己弄出来的吧 姐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一切都是我的错 我不敢听他们的 我不敢去读 如果不是我爸爸也不会病 也不会丢工作 我们一家人也不会被黑社会的人追债 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我对不起你们 我对不起爸爸 我有父爸爸的教会 你这一身的伤 是从哪里来的 叶浩轩抬头问他 是赵武的人 我之前东躲西藏的 但是他们总会有办法找到我 每次找到我 他们就是一顿毒打 最近几次我一直躲着他 所以他的人扬言 找到我以后要把我废了 我实在是太害怕了 姐 我真的很怕 我想离开这里 但是我现在身无分分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再找你的 真的对不起 小明没事的小明 事情会过去的啊 不要怕 有姐在 李柔抹干净了眼泪 她拉着李明道 走 现在跟姐去医院看看 你还有没有其他的地方受伤 有 内伤 这些表面的伤还没有什么 但是他应该受到别人的重击了 内脏被震得有些动荡 幸亏我今天来了 如果他再这样拖下去 命都会没有的 叶浩轩发话了 他拉着李明走了过来 打开了一间空着的包厢 走了进去 把灯打开 好 我去 李柔连忙去把灯打开 你怕好 不要动 我现在给你治疗 叶浩轩让李明躺到沙发上 他取出了银针 开始给李明治疗 李明受的伤不清 如果今天晚上不是遇到了叶浩轩 他这条小命恐怕就真的没有了 掀开了李明的衣服 叶浩轩发现他背后有一个青紫色的掌印 叶浩轩恍然大悟 看来这个掌印就是 让李明受伤的最主要的原因 这个掌印的颜色已经有些淡了 看不出来是心上 而李明的内伤 就是这个掌印引起的 能拍出这么一掌的人 绝对是一个内加功夫的高手 但是作为一个内加高手 他为什么要为难一个普通人呢 难道他们适合放贷的是一伙的 这有点说不通啊 这种人应该会 不屑于这些小混混们为伍 你背后这个地方还疼吗 叶浩轩摁着李明背后那个青紫色的掌印问道 不疼 但是有些发目 那你还记得 这个地方是被谁打的吗 什么时候打的 是一个老头 之前他们在酒吧里找到我的时候 身边跟着一个老头 他们扬言要弄死我 我反驳了几句 然后那老头就说我太嚣张了 他对着我这里拍了一张 当时你有什么感觉 疼 很疼 那种疼痛 比起那些混混们打的我要重得多 当时我感觉我的骨头几乎快要散架了 一眼发黑 就差没有晕过去了 李明心有余悸地说 从那以后我就经常地咳嗽 而且 而且还怎么呀 你快说呀 李柔着急地问道 而且一咳嗽就感觉浑身上下都是疼的 有些时候还会渴血 他这是怎么了 李柔着急地问道 伤他的人应该是一个那家功夫的高手 下手十分重 但是他的真实目的应该不是要了小明的命 他是想要教训一下你弟弟 否则的话 这一掌能让他当场允命 他们到底是谁小明 李柔感觉到浑身都有些发凉了 他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那家高手 更不知道那家高手的可怕 别的不说 单凭是李明身上的这个掌印 就能让他心惊 正常人拍别人一巴掌 怎么可能拍得这么重呢 而且听叶浩轩说 对方并不是真正的想要了李明的命 否则的话 李明这条命早就已经没有了 这更是让他害怕 怕好 别动 我现在给你治疗 叶浩轩取出了银针 开始给李明治疗 叶浩轩现在的实力大不如以前 他等于说是一切清零从头开始 否则的话 这种伤对他来说真的不值一提 但是浩然珍弃一重的实力 想要尽情气疗 恐怕不太现实 所以现在他只有凭着过硬的医术 暂时给李明治疗 好在叶浩轩的医术了得 所以就算是李明受的伤太重 但对他来说也不算是太难 只要暂时的 现在抑制住了伤情 以后就好办了 虽然不能让他尽快地好起来 但是十天半个月以后 他的伤应该也就无大碍了 好了 叶浩轩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 他把最后的一根针给取了下来 然后对李柔说 他的伤势没有什么大碍了 但是最近一段时间 不要做距离的运动 否则的话极有可能会牵扯到伤势 到时候会让伤势加重的 好好 我知道 我一定会让他注意的 李柔点头 行了 带着你弟弟回去吧 我让朋友查的事情 应该也差不多了 李明啊 你小子行啊 我来这里搜了几次了 你都不在这里 看来你躲得挺好的吧 就在这个时候 一阵笑声传来 一个光头胖子 身后跟着几个人 这胖子穿着背心 裸露在外面的手臂上 全是纹身 跟在他身边的一个年轻人 一直在陪着笑 这年轻人是李明的朋友 也是这家酒吧老板的儿子 李明这段时间里 都是他在这里躲着的 光飞啊 你妈的翅膀长硬了呀 现在你连我都敢骗 你不是说 这小子不在这里吗 现在他怎么出现在这里 你给我说出个所以然来 如果你不说出来 今天的事情这就没完 哎呦 不是邝哥 我怎么敢骗你呢 我之前已经让他走了 你们要的人 我怎么敢藏啊 我也不知道他躲在这儿啊 哎呀 官飞陪着笑说 嘿嘿嘿 幸好老子长了一个心眼 否则的话 这小子肯定是真跑了 官飞啊 这次的事情我记着了 你他妈的敢跟五哥作对 你爸的这生意 是不想做了吧 光头胖的冷笑道 最后爱咯 应该做了吗 儿子